首先再感谢阿尔的开场 也很高兴看到 乖乖的没电 没电 谢谢 很高兴看到 在座各位朋友 刚刚也已经有人提到了 希望能够从这本书再延伸出去 有国家暴力转型正义 甚至有香港议题等等 等一下韩瑞老师 会先从非常中小的角度来理解 巴克勒他的关于暴力和非暴力的想法 我想应该会有后半的事情 我们可以来稍微聚焦一下 来讨论 如果要运用到现在的 实际发生的各种政治状况的时候 那可能有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参考这本书的 因为这本书其实 它并没有提供实际的行动指导 所以它不是一个叫战手册 它是一个非常具 哲学深度的一种反思 那特别是它把焦点放在 暴力跟非暴力这件事情上 那我们一般我们很习惯的好像说 每个人对暴力跟非暴力 然后跟尊重我们彼此不相认识 可是呢也许你会觉得这也某一种的暴力 然后说为什么要逼迫我来介绍我自己呢 我不想揭露我自己 那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呢 即便是在我们可能非常习以为常的认为说 这个叫暴力或非暴力的状况底下 其实这个语词它的界定以及它的范围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模糊的 那有人觉得 比如说 暂去立法院或抢了一支麦克风 那就叫非常非常暴力 但过了几天的时候警察疯狂的打学生 然后说这个都不是暴力 那到底哪一种才叫暴力 这其实就是一个本质上具争议性 而且是可被重新诠释的一种论述 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个主题 基本上就是巴克勒这一位思想家 他当然也是非常有名的女性主义者 文物的评评家等等 那他呢 他基本上他就是要来挑战我们对于暴力跟非暴力 这一种非常的我们可能会觉得 很天经定义的一种的二分法 那这种二分法本身存在相当多的矛盾 或者他有一个被挪动的空间 让人各说各话 不一样的人他会采取不一样的诠释方法 来让暴力这个词替自己服务 那特别是国家破功权力的时候 就是他们会更喜欢用这样子的语词来 来界定自己为是合法的执法或正当性的执法 但是挑战他的任何的方式 基本上都是叫做一种暴力 那么所以呢 巴特勒他不但他想要来追问 我们到底怎么样是认定什么叫暴力跟非暴力 那他看中这一个存在被重新诠释的可能性 所以他本人也要提出一套他认为的应该可以的诠释的方法 所以呢他有他自己的非常独到的见解告诉我们说 他如何认定什么才叫做真正的非暴力 然后某种程度上他想借用这个方法来清扫一些语言的障碍 那当然这中间涉及到的问题不只是语言的界定问题 因为语言本身就是存在一个非常可能的一个暴力的问题 那一个词要被怎么样来使用以及灌在谁的身上什么样的族群 这些形容词的或者名词本身都是一个规范性的或者界定性的 所以他也可能存在一个不容许别人挑战的可能性 至于这是不是要被当作一种暴力来处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他最近刚出版的这一本书 那上桌非常非常独特的 就是在那么快的今年才刚出版 那我们已经有了中文翻译 但是呢我们会聚焦在暴力跟非暴力的这件事情上来探讨 那么巴克勒他本人其实是主张非暴力的 可是他非暴力的理解 其实也跟我们许多人理解的可能有不太一样的方式 因为非暴力不是一种完全消极的不抵抗 然后和平主义者告诉你说 如果有发动战争我觉得不参赞或者什么等等 基本上不是这一类的 而是他还有更深层的更积极的意义 而且他也不一定就是情绪上就是完全平和 那一种必是顿路之底的内在的城堡 完全不关心公共事务的那一类的宁静 都不是 那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我们 请到了巴特勒新书的打鼓者黄韩宇老师 然后呢我基本上是也跟许多人一样 是长期的是韩宇的粉丝 然后呢我们会请他来告诉我们 就是从他如何的理解巴特勒这位思想家 然后再切入来告诉我们说 那他最新提出来的这一套论述到底核心里要是什么 然后是否有一些内在还没有解决的冲突 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讨论的东西 那以及他提出的这一套想法是否 我们可以用来做反思我们目前在全球各地 特别是在台湾前几年以及香港现在还在发生当中的各种的 比如说公民不服从的运动 甚至这件事情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 我们如何重新理解过去的国家暴力 以及现在想要透过国家公权力的方式来解决过去的国家暴力 这中间是否本身也可能会制造出新的另外一种的暴力的问题 那这些方方面面不同层次的暴力的问题 巴特勒非常细致的处理 不过那我现在就先把时间交给韩语老师 让他开始就是讲什么都好 然后呢就是我们先做第一轮的 让韩语老师先介绍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可能可以开始 希望有大概有两轮的时间 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些互动跟回馈 然后我们一步一步地来探究 巴特勒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样子东西 OK 先交给韩语老师 谢谢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 我今天晚上天气不太好 来到这里来做一些讨论 我其实刚刚一直在想一个技术层次上的问题 就是说我能不能有第三支手续操作 还是说有一个 可以有一个什么 还是我自己 如刚刚夜号也有提到 那刚刚大家各位朋友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每个人应该都带着某些期待 就是说这一个题目给出来之后 大家由你各自的阅读经验 各自的社会经验里面去想像说这个题目可以怎么谈 那我不太清楚我等一下报告的部分 是不是能够满足各位朋友们的一些期待 或者一些预设 不过即使没有完全对盘 这正好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本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概念 叫做暴力总是被诠释 那这表示说我们有一个多重的一个诠释的这样一个开始 然后也许等一下就到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 QA的时候讨论的时候 再慢慢把它带到各位朋友们 那个期待的那个方向去讨论 那我其实准备 我这边的讲义有二十几章 但是我是一个可以随时做调整的人 所以我大概会希望能够至少留个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在做进一步的这些讨论 OK 好 那 也许很多朋友 这个当然也是我个人的一个预设 就是说对于Judice Butler的记忆跟了解 可能都是从她最早的那两本书开始的 一本叫做《性别麻烦》 另外一本叫《要紧的身体》 这两本书在当代性别跟酷儿研究 事实上它有非常深远的这个影响力 比如说Butler在《性别麻烦》里面 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论述 就是说这个性别这种东西不是与生俱来的一个本质 而是所谓的社会跟文化所建构的 这个观念我们现在觉得都已经习以为常 可是追溯到一个当代理论的一个发展的脉络里面 也许可以从Butler这个书里面提出来 所以性别这种东西不是与生俱来 那它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社会跟文化所建构 而且它背后有一些政治的目的 就是说建构出这样一套性别系统出来 就能够让异性恋跟父权去同治女人 同治同性恋者 同治跨性别者 那同样它在这个书《性别麻烦》里面 大概也有提出来说我们必须很注意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行为 或者是语言行动 这些东西事实上都在影响着一个社会里面的人 怎么去展演他的这一个性别 那我不太清楚Butler是在理论的正义里面 应该要分成放到哪一个位置 原来他不会完完全全同意说他是属于女性主义者 因为他可能也对女性主义者提出某一些质疑 如果说认为女性主义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比如说女人这个概念 他就认为可能大部分女性主义的论述里面 架构出来的那个女人的形象 并没有真的撼动到异性恋体制的那个性别框架 所以他因此也跟一些女性平权可能会保持一些距离 他就认为说我必须要很有意思的去进行一些 背离常态的一些性别的一些展演 在行动上 在思想上 在语言各种层次上面去扰乱的 那一个大家已经吸引为常的那种性别那种框架 以及说我们一般大概几个关键字很容易混在一起 包括Gender、Sex、Sexuality 事实上这笔子之间都应该把它拆解开来 生理层次上的、观念层次上的、文化层次上的等等的 一些有关于性的一些论述跟词语 都要去扰乱他既有的那一个框架 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本书的 整个书的这一个架构 以上说讲有关于性别展演 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研究者 我也不敢多说什么 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基本上就是要谈这本书 《肺暴力的力量》 那这个书大概是包括了在16年到19年 他在几个大学里面的一些演讲的这一个内容 当然我们如各位期待 跟如刚刚一号所简介的我们今天的讨论 也不会完完全全限制在这本书 等于就像把它当作一个同心圆 我还是蛮强调说 我们要对于我本身的一种尊重或者一些理解 我们有什么样的想象 其实这个都很好 那必须要先谈一下说这本书里面说了什么话 写了什么东西 那整本书的这个架构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不会各章各章的细部的去讨论 事实上不同的读者对这本书的这个感兴趣的方向 地方也许就不太一样 那比如说如果大家是很喜欢读理论的人 这本书事实上也提供了一个蛮多元多方向的 其实一本伟大的书常常都是作者跟很多人在对谈 所以它整本书里面对谈的这个对象 包括佛罗伊德 包括傅科 拉甘本 半亚密 半亚密可能还谈得蛮多的 德西达 拉甘等等之类的这些佛罗伊德 好 这个书的架构大概就是这样子后 那这个是底下午要报告的 这个大纲感觉上是蛮具有野心的 那我不太确定到底是能够讲到哪一个段落 我信守承诺到40分钟 也许需要有人给我Q或是直接报告封下台 也都可以 好 那暴力非暴力的区分数 这个会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 另外我们也会讨论说 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基于自慰 自慰 可不可以拿当作一个理由 去行使暴力的这个行为 好像大家会觉得蛮OK的 事实上并不如此 这个当然牵涉背后的一个支持自慰 可以行使暴力的理论的基础 就是说个人主义 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今天需要讨论的 那比较特别就是第三项 这个可悲痛性 这个 这是跟我所理解的那个哀悼 关系非常非常密切 这个也大概是他去感受到说 哪些生命的消逝是值得哀悼的 从这里面去谈很多的一些 蛮精彩的一些政治啊 倫理上的各种不同层次的这些意涵 那当然也很重要的是说 刚刚一号也提到过 非暴力不是所谓的被动作为消极 我们可以经过某种的翻转 会不会去谈一谈说 非暴力也可以是一个蛮积极的 甚至你要说是狂烈的 很主动的一种力量的这种掌心 但那同时又能够挑拖出这些暴力 或整个体制的那些压迫 就开始好了 这个会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要谈暴力跟非暴力的定义跟区分 八九地告诉我们 首先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这个我先叉开来一下 它算是有一点点后结构 或者说结构的一个思想 它会非常着重我们所做的语言的这种陈述 各种语言对立的这些区分 所以它一开始就很明确告诉我们 要谈暴力跟非暴力的定义跟区分 我们首先先必须先破除一些我们预设的立场 一些所谓的迷思等等之类的 就一个一开始的一个 我们大概一般都会觉得说暴力 就是相对于所谓的身体这种暴力 这个当然也无可厚非毫无疑问 就是说身体暴力的确是暴力最常见 也是很根本的一个基础 可是如果把这个定义看得太僵硬的话 会有一些局限 比如说我们可能开始对那种 不是很明显的身体暴力的不同形式的暴力 我们可能就会开始觉得有点动了 比如说语言暴力 这个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蛮常见的 常常讲说开个玩笑来干嘛那么认真之类的 它无形的没有造成什么实质身体这种伤害 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并不是因为它不是像身体暴力那么立即而明显 就表示说它不是暴力 那语言暴力是一个 还有说巴特勒在这个书里面 花了蛮多时间去解释了所谓的 不管是叫做结构性的暴力 或者是体制性的这种暴力 这一些并不如我们一般所习惯的 显文意见的那种身体暴力 那么样的清楚了 有那么样的重显 但是不表示说它因此就不存在 或者说就是一个虚构的这种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当我们开始是否想要去定义什么叫暴力 什么是非方力彼此之间这种区隔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好像遭遇到很多的定义上的这种困难 各说各话等等之类的 这里面在进一步的去思考说谁来定义 这个问题 讲了白花一点之后谁讲话比较大声 他似乎就掌握了那一个去建立什么 叫暴力、非暴力之间的区分的那一个 这样一个话语权 当然也有提到过的时候 这个国家机器最喜欢操作的这种诠释权 当它面对一些所谓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时候 或者所谓的平权 其他一些为了争自由 或者其他这种价值的这种社会运动的时候 最简单、简便、很有效的方法就是扣一个帽子 里面这些是暴力的 大家在最近这阵香港的反送中运动里面 蛮常看到港警或港府就是这样操作的 这个当然也会衍生出一些问题 就是Budger非常反对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国家机器去操作、定义、化理权 那它基本上就是背后总有一个理由 什么理由呢?最常见的就是社会安定 或者是说再大一点的话就是国家安全等等之类的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最工具性的去使用道理 如果国家不准这样做的话 可能我们必须再多想一想 会不会在某些情况我们是以正义为名 或者不管以其他的一些看起来好像很崇高的一些理由 不得不怎样 比如说可能有些左派的人他就认为说 当我们面对所有种族主义这个暴力的时候 我们应该可以有行使暴力的这种权利 好像大概最近一些有关于这个讲座的消息贴出来的时候 底下的一些理由可能就会这样炒成一团 我想说当我们面对那个港警这样子的事情 还叫我们非暴力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等一下我们有时间来炒 如果他这样愿意的话 那也就表示说他所反对的 是所谓的工具性的使用暴力这件事情 即便是所谓的以正义为名 正义之战之类的 为什么他要去反对这种东西呢 这个有点违背常理吧 他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说 你工具性的去使用 可是暴力的本质常常会使人 超越你原先的一个目标 你可能原先有一些计划 可是你知道马力一旦暴力行为开始行动了之后 都已经会于怨你原先所胜定的那种目标 然后导引出来的那个结果 也许就是具有破坏性 也不愿意看到的 那这边强调说暴力的话语权 也等于是在说暴力是经过诠释的 而且总是被诠释的 我觉得这样子会有一个小巧背后 可能会产生的某一种误解 这种误解就是有一点点分世嫉俗 或者比较犬无一点 你可能就像很多人平常讲到 哪有什么正义啊哪有什么公理啊 谁圈头大都怎么样 好像在面对暴力非暴力的区分 没有小心的话也容易落入这种 所以犬无主意 就是说反正暴力非暴力都是 谁圈头大谁来说了算之类的 这应该不是Butler要让我们去相信的 让我们去面对暴力非暴力区分的这样一种态度 它基本上还是想要设想出 某一套的这种诠释的这种架构 那暴力跟非暴力的确是蛮难区分的 可是你还是必须要去面对它 然后它是否能够找到一个 所谓的跳脱二元对立的二元区分 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 以正义为例 行使暴力行动策略性去实行有什么不对 那就表示坚持一个很僵硬的固定的二元对立 就是你不一定是错的我一定是对的 你是暴力我是不得不的 就有很多的一些隐藏版的一些二元对立 那这个事都是必须要小心去面对的 所以它就要设想出一套解释的这种框架 就是这样能够让我们跳脱出这种二元对立的 以及后面的那些困境 其实我觉得暴力跟非暴力这两个字 如果光就制止本身 就可以产生很多各种不同种组合 比如说有暴力的暴力 可不可能有暴力的非暴力 倒过来如果把非暴力当成一个形容词 非暴力的暴力 就会很多各种不同的一些组合 其实可以插开来一下 包括说知道跟不知道也有类似这种情况 我知道我知道什么 我知道我不知道什么 可不可以到过来 我不知道我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致辞上 这个大概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 二元对立的那种思想框架是多么的不足 我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挑战 这种二元对立的这种框架 这个大概是这本书里面 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考的一个工作 所以它会非常着重在 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 什么样的各种语境当中 再说出一套有关于暴力跟非暴力的这种说法 背后或者它所理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它刚刚也讲过它以上在这本书里面 从一而终的就是反对策略性的使用暴力这个事情 这里面大家可以做另外一组区分 就是所谓的 counterbalance跟 non-balance 基本上是不太一样 如果你基于所谓的智慧的理由去行使暴力 那个基本上是一种反应式的制约性的一种反动 或者那个尽多就是所谓的 counter反暴力 但是本质上它可能会跟那个暴力 跟你要反对的彼此之间 会有一些灰色的地盖 其实是蛮像的 那它更进一步的它是要所谓的 简单来讲就是英文 英文老师职业帝 那个 counter 那一个基本上还是在既有的二元对立之下的框架 如果是non-non那个字词 基本上它所牵扯到不单纯是一个很明白的拒绝 或者是一个否定 它基本上它有一个命像 它基本上是跳脱出既有的二元的框架的 也就是它是比non 会比counter要复杂很多 那刚刚一直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带到说可不可以为了或者以所谓的智慧的理由 比如说国家警察暴力 施加在你身材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要怎么反应的这种问题 或者是说在国家政府 它可不可能为了抵御外国 或者说怎么样 国家的安全或者是社会的安定等等 这些事实上都是所谓的策略性的使用暴力 那这些基本上Judice Butler是不太赞成的 那不太赞成的一个理由就是 它回到一个比较思想的根源上面 一个层次上要去重新去检视 当我们宣称说我们是为了智慧 那个智我那个self到底所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实这是一个蛮严肃的一个问题 也许是在宪法或者是政治哲学的这个领域里面 都会牵涉到类似的一个问题 你说一个简单一个道理 就是说美国为什么会有 我不是在讲大选 美国为什么会允许他们的公民拥有武器 那个背后一定就是有某种所谓的财产 要保护个人这种财产了 而财产背后所对应的可能就是一个有关于人 独立个体的人自我的一个想象 叫那个person跟property等等之类的 那些都是相关的 所以也就是说自我这个概念 它绝对不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一个产物 它事实上背后有一个蛮优远的一个历史 或者是一个思想发展的一个脉络 那大家 是不是我不敢在第二号面前卖弄 就是也应该讲到 所谓共同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可能有一些蛮固定的说法 但是假设说在共同体之前有一种状态 叫做自然状态 那在那边的话 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私欲互相征战 那有可能发展出一个类似像丑林法则 要征本你死我活 但不行这样子 我们必须要放弃我们自己的部分的权力 把这个部分的权力这样度给所谓的 不管是古时候的军权 让现在政治体制民主慢慢发展到 所谓一个主权主体 就是说一个个人他有一些非常崇高神圣的 不可侵犯的与生俱来的一些权力吧 那当然同时也不把一部分权力交给国家 就表示说我们不能每个人都在那边施行 自己施行暴力的行为 但是国家好像得到某种的这种特权 它是具有正当性的 大概的这一套故事听起来大概是这样子 那巴特勒在这个书里面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他就去质疑说 那个所谓的自然状态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他就告诉我们说那是一种幻象 所谓的一个幻象就是 他可能会去压抑到某种的这种差异 或者是对异 那他所指的这个 为什么自然状态 他就是要去检视说西方的这个自我 到底是什么发展出来 这个也跟自然状态的幻象是有关的 他就是讲说自然状态里面好像有某个人的概念 就已经慢慢就出现了 比如说像我们讲故事好了 有关于自然状态的那个个人的最有名的一个故事 各位朋友可以猜猜猜看是哪一者吗 那个好像对于所谓西方的主体的那一个形成 基本上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鲁冰逊漂流记 也就是一个在荒岛上怎么样 所以这个蛮巧妙的一个阅读 我非常配合他的这种读法 他的一些细心 他告诉我们说类似像鲁冰逊漂流记鲁冰逊 这样一个人物 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男人生活在自然状态当中 他从这里可以看出说 每一个社会里面对于他这个社会是从何而来 怎么发展的都有一些预设 有一些譜色包 那这个预设过程当中我刚刚所讲的 什么东西被排除掉呢 如果说是以男人为主导的主要的一个个人的话 很显然就是说在那个荒岛里面没有太多人 小孩子也不在 女人也不在等等之类的 那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发展出来的社会契约 因为基本上Julie Spouts她也会跟我们讲说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性别化的一个社会的一个企业 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 一定要是说西方的思想当中的那个自我 一点都不单纯 你不太可能再从那边发展出一些 什么样不用执意的一些价值观 或是一些政治的一些理念 那如果就再延伸下去 延伸这个关于自然状态的这一个理解 我们从自然状态然后发展到共同体 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发展呢 简单的一个 这个也可以转化成另外一个问题 说我们为什么要组成一个社会 组成一个共同体 我们是为了什么事情 如果思考到这一点的话 就会等于也要去思考所谓的灵人的这一个难题 简单一点 Judy Spouts告诉我们说 人都是基于某种制裂的这种形象 自恋的一种防卫就对了 因为我害怕我自己什么东西被拿走了 然后我就跟同意 也许是假想上司同意说 接受这个国家或是政府的这一种统治 也就是说他认为共同体的那个里面 装的事实上是一个不想跟人家交换 很自恋啊 基于害怕啊等等之类 然后好像别人都要来占有我什么东西 这样一种恐惧感 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 会发现到说 这样一个社会运作的这种形态 事实上他也是不断地在画某些界限 这个其实我常常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都从所谓的生命政治里面的这种免疫的角度去理解 包括说我们一个人的身体这种免疫 基本上也只是有坏的东西 或者我们认为是坏的东西 外来的东西进来之后 马上那些细胞就开始运作了 然后就开始足了一个防御的一个墙 就要把那些东西抵挡在外 但实际上不管是就所谓的社会 共同体或者是国家 他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免疫的 或者说都有这种自恋的这样一种防卫 原始的那种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敌对的关系 并不会因为我们组成的一个社会 它就消失掉 它还是会在那边隐移的这种作痛 但是就是说有一些机制 包括说内在外在的一些机制 都会压制或者是会避免这些敌对的这些本能 然后毫无解制的这样子发泄出来 对于巴索罗来讲的话 非暴力的伦理也许就是避免这种 暴力的这种敌对的这种倾向 能够爆炸出来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这边其实等一下还会再讲到灵人的这一个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自我跟他者之间一个 爱恨情仇纠葛在一起的一个关系 我就顺着这样子逻辑方向讲一下 等一下还会稍微再讲一下这个灵人的这个问题 所以巴特勒希望读者们仔细去思考说 当我们宣称自我防卫是一个合理的基础的时候 我们所要保护的防卫的那个自我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天大地大很巨大的一个问题 它也许牵扯到政治哲学 精神分析甚至包括精神医学 可能都会牵扯在一起 那从我们刚刚以上简单的这样讨论 发现到说自我基本上不可牵扯到一个社会组织 社会一个架构 在一个关系脉络当中去谈这个自我 所以如果在这个社会上爆发了所谓的暴力的行为 它不可取的原因也在于说它破坏了这种社会的这种关系 那另外一面的话也表示说 自我跟自我之间彼此事实上 就是一个互相牵连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关系在运作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因素 都是我们在理解暴力非暴力这个问题的时候 必须要去面对的 比如说有某些隐性的一些预设 就是当我们宣称我为了自我防卫 我要去行使什么暴力或者什么抵抗外务等等之类的 回过头来看一看 是不是我们已经先预设某些区分说谁值得保护 谁不值得保护呢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蛮困窘的一个问题 我会往这个角度去思考 就表示我们宣称好像很有理由的那个基于自问 然后我可以去行使什么暴力行为的 那个基本上就不太能够站得住脚 毕竟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自我 基本上可能会扩充到一个社会的一个网络 可能会把谁都放进来 包括像亲属或者再大一点的话 跟族群、国家、信仰这些东西都牵扯在一起的 所以在这样一些牵扯的一些社会关系当中 当我们确认所谓的自我保问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已经画了某些界限了 谁比较值得我们去保卫 那这个又是再回来这个所谓的这个 当然有画界限有区分 就表示有我跟他者的这种区分了 这个也就是回到刚刚所讲的这个灵人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我可以帮Judice Butler稍微再做一点点的这个演示 基本上他的想法比较单纯 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说基本上以智慧为名的 基本上不算是一种所谓的平等 真正的这种平等 我再帮他做一点补充 就是说当然我们可以从最基本的角度去理解什么 叫做灵人 你可能会觉得说就是住在你隔壁的那个人 但是哲学家们他们对灵人的这种讨论 基本上不会这么单纯 只是跟你隔着门 即便跟你隔着门的一扇门的那个灵人 你对他就有无比的一些爱恨情仇纠葛在一起的一些矛盾 一些冲突 更不用讲说是两个族群之间的这种灵人的这一个问题 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包括说我做个举个很好笑的一句话 也许大家想知道说有关于灵人的这种思考思想 有谁曾经讲过 怎样去讨论它 这有一个蛮复杂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脉络 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够处理的 回到基督教的那个脉络里面 就是爱领如己的那个问题吧 那你觉得有办法爱领如己吗? 你觉得当时假设有这样一个人讲出说你要爱领如己的时候 他难道有那个IRQ说他不知道说灵人是很难爱的吗? 有多难爱呢? 齐克果就说他讲的蛮酷的 他说唯一的好邻居就是死掉的邻居 这一句话一语道破 我们在面对灵人的问题的时候 是有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 可是这一上本跟你很像 又觉得你又恨之入骨等等之类的 甚至佛罗埃格应该是在文明极其不满里面 也有讨论到这个灵人的这个问题 说给你五只羊 你的邻居也五只羊 这是另外一个选择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说 我断你一只手 挖你邻居两个眼睛 佛罗埃格就问大家说 你觉得大部分人会选哪一个? 他说选第二个 我痛苦 我要你比我更痛苦之类的 所以我们常常是在丈量着 基本上那个丈量基本上是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均等的等式的人 这个只是补充进来 让大家知道说灵人这个问题 到底是有多艰难? 这些也可能都是在我们面对 哪些生命是值得保护 哪些生命是值得哀悼的 必须要去面对一个问题 简单来讲就是 我们要回过头来检视 是不是已经划定了某些界限 哪些人是值得保护 哪些人是不值得保护的 那这个问题事实上也延续下来的话 就是他真的是我认为提出来一个 非常具有原创性的一个概念 叫做可悲痛性 因为透过以上的这个讨论 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说 Judice Butler 他也不是那种高在云端的 不管人间世事的一个道德主义者 他让我们看到说 所谓的生命之间 基本上常常都是在一个不平等的关系当中 在活着的 所以他很清楚知道说 并不是每一个生命 都是被赋予平等的这种价值 甚至是有些人受到伤害 有些人被残杀等等的 遭受各种不同的这种迫害 他们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 连被记录下来也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因为这些人在被残杀之前 在被拖完之前 他们已经被认为是不值得保护的 是不需要去为他悲痛的 这些人也要很多 包括说或者是原因很多 包括说种族歧视 仇困的心理 以及说对于根本不一样的 对于他者的这种恐惧 厌女症 还有说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体下里面 对于穷人的这种系统性的这种忽视 我这边要特别想要说的 系统性的这种忽视 我们可能一般对于所谓的暴力的这种理解 可能想说我很明显的做了什么事情 特别是身体上这种暴力 那个不是说不重要 而是说那个是很显的意见 但是也许是在其中的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部分 还有多少那些隐形的 包括所谓的忽视这件事情 该给他什么 没有给他 可以是话语上的 或者是一个行为上 或者是权益上的这种忽视 这些事实上也都是他在提示 我们要去注意到的这些暴力的这些面向 那当我们去觉得说哪些生命 逝去是值得伤心的值得哀悼的 事实上他也是在叫我们说 应该要去承认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彼此之间的是一个互相依赖的一个状态 就是所谓的要去肯认交互依赖性 不过在这也要帮巴士人做一点点小小的一个补充 就是说这个依赖性绝对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道德的一个价值 我会这样讲的原因好像跟我对刚刚有关于灵人的那个讨论也有一个印象 你跟谁关系非常亲近 你依赖谁 谁依赖你 这个有时候会有一些所谓的用精神分析的语言来讲 叫做心理的这种矛盾 或有些unbiblical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常常有种依赖的关系 就会牵扯到很复杂的爱恨交织 就是它复杂的这种情感的这种状态 这个问题必须要做很多的一些精神分析的一些讨论 用精神分析容许可稍微掉一下书袋 就是说你对于你的所谓欲望的课题 就是说你认为它能够给你什么样的满足 不会只有爱而已吧 它可能一气之间可能就会翻转成所谓的一种恨 最明显的例子 精神分析的理论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它们举了很多例子 除了凌人的问题之外 还有包括小孩子对于母亲的乳房 那个乳房可能是一个good object 好的课题 它有时候小孩子吸一吸抓一抓 会展露出它的一些虐待荒 它可能会去拧啊 抓了母亲的这个乳房 一气之间它就变成是一个所谓的bad object 一个坏的课题 所以我帮Budder补充了这个部分就是说 依赖性它背后有一些很复杂的一些 情感上的这一些糾葛 这个也是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许可以试图放在心里面 那它在讲这个交互依赖性 它有很多的一些可以说是这种 带来一些期许之类的 包括说我们需要承认 既然已经承认到说哪些人的这种生命 也是值得哀悼的 也就表示说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够像我们一样 擁有活下去的一些权利 而这个活下去的这个权利 绝对不是一个空泛的一个 道德上的一个口号 就像说它在书里面一再强调说 它不是一个相信所谓的众生平等 众生平等基本上已经有点被 讲到很廉价 到底它所指的到底是什么 所谓的平等的生活 活下去的这种权利 基本上不会是一个嘴巴讲一讲 道德的一个口号 它必须是有一些很具体实际的一些条件 它才能够让一些生命 能够平等的这样活下去 所以它特别强调就是一些具体的一些 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些 或者语言各方面的一些条件 才能够去实践所谓的生命之间 能够平等活下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当然也很重要就是说要去解构 解构一些 刚刚我们已经讨论过 它对于个人主义做了非常充分的一些批判 同样的当我们要去承认说 我们是彼此交互依赖的 然后其他的生命跟我们一样 有活下去的这种权利 平等这种权利的时候 要解构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叫做自我 不要去想像说 那个类似像Robinson Crusoe 卢宾逊的那种独立自主的这种自我 然后要去解构就是说 过度强大的一种自我 宰治权等等之类的控制欲等等这些 都是必须要被解构的 那这里面大概也牵涉到很多的一些 我们预设的那种二元对立 包括说依赖 独立 或者说强跟弱 还有男跟女 这个其实可以延伸出很多很多的一些思考 这个比如说 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某种性别的人 直接讲可能在传统的架构里面 会觉得说女人是比较依赖性的 或者小孩子等等之类的 然后对应的话就是一个比较自我的 比较强大的男性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个当然是需要打破的 至于要打破之后要怎么去填布什么东西进来 也许我们可以去想一想 可能是不是跟情感教育有点关系 跟性别分工有点关系 比如说现在很多在做这种情感劳动研究的人 他们就会去检视说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文化 家庭脉络之下 会认为说细心温柔什么之类的 呵护这些是女人的特质 女人的这种甚至 这个不是成长不是肯定 这个事实上是无形当中 加进了很多的一些道德的压迫 在这些被认为要去从事情感劳动 照顾别人的一些性别上面 包括什么细心温柔等等之类的 这个就有讲个句话就是说 刚刚我们在上英国文学的时候 有上那个Merry Wolfstonecraft 很重要的一个女性主义的一个先驱 他里面大概在19、18世纪末 就已经在批判整个英国的这种传统 这种教育它叫做一种虚假的细致 一种false refinement 就是说好像传统教育都叫到女人要细心 要温柔、婉约、男人在讲话的时候 你最好住嘴等等之类的 那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怎么重新来看待 我们彼此之间就是有脆弱的那一面 交互依赖的那些生命的那一些特质 那也许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要再快一点点 直接跳到这个全球义务这一点 我中间会省略掉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也会去思考说是什么因素 让并非所有的生命都是被同样的这种哀悼 那这里面大概有很多因素 他这个书就是比较思想史的部分 他也谈了很多的一些 现代生命政治理论的这个部分 包括说国家机制是什么在运作的 他在这边也跟富科稍微对话一下 因为他觉得富科好像就没有刻意去处理 所谓的这种种族区分啊 战争逻辑之类的这些问题 那这些常态性的政治的这种管理 以及说这种战争啊 种族 暴力等等之类的 都对Batu来讲的话都是在不断在划清界限 说哪些生命值得活哪些生命不值得活 值得哀悼 不值得哀悼的那些 都应该是我们要去反省的那些 这种不值得活的生命大家觉得 听起来非常爽动可怕 那当然实际上在一个生命政治的思想是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的时候 事实上北欧、欧洲那一代 事实上是真的是一个学界的研究出版的一个主流 那甚至说纳粹的这个生命政治 或者纳粹的死亡政治的那个学术的理论的基础 我常常有时候会蛮悲哀讲的开玩笑 就是说纳粹政权基本上它不会只有Hitler 不会只有Nazis这些人 它背后有一个类似像我们现在中央研究院的 这种等级的这些学者在支撑它 那里面就包含了很多这种不值得活的这种生命 包括说有老弱残疾那些人 然后白痴或者所谓的不同性别倾向的这些人 好 这些大概都是在这个书里面 蛮精彩有关于思想的那个部分的一些对话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直接到全球异物这个概念 这里大概一个读这本书的一个读法 当然刚刚也有提到过 如果有朋友们对这种思想的发展 脉络比较有兴趣的话 那就可以针对我刚刚省略掉的这个生命政治 或者说它跟其他的哲学家之间的对话这个部分 当然它有一些比较具体的现实的一些关怀吧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读完这本书之后 是不是这个世界会变得比较不一样 比较和平或者说彼此之间就不会像暴力相向 我问那个是一个遥远的不可能的一个梦想 那不可能不表示说就不要去做什么事情了 这里面大概牵涉到某一种的这种伦理思想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架设一个不可能的一个世界呢 用理论语言来讲叫做无从境的趋境 你有那样的一个不可能的世界的想象很重要 但是不是想象说它马上立即要去实现的 那种马上要立即去实现一套抽象的观念的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基本上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所以我们只能够有一个无穷尽的不可能的一个世界的想象 而且那个很重要 那样的一个无穷尽的世界的 而是一种世界无穷尽的想象 回过头来让我们仔细去检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我们能够做什么之类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想叫做全球义务 那里面大概他就提到说包括说像移民啊 或者所谓身处在这种动荡的环境里面的那些人啊 被饱受战争侵略、摧残的这些人 那我一直讲到人 那实际上如果从所谓的交互依赖的这个概念去理解的话 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事上不只是人 因为我们依赖他们的不只是只有人 包括说整个生态环境等等之类的 或者所谓的非人的、物的、动物的这些世界 也都在他有关于这个一个比较美好的一个未来的想象里面的 必须要去关照的这个对象 那还很多包括也很细的一些包括所谓的原住民啊 遭受家暴的这些人啊 甚至包括所谓职场上被性骚扰的这一些女性啊 日常生活当中那些遭受身边的人伤害的这一些 甚至被关在肩里面等等这些人 都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在朝向那一个未来的更美好的 不可能马上立即实现的那个事件 过程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些实践 那他提出了一个蛮具有争议性的一个概念 叫做后民族国家后主权想像 这表示说我们似乎对于一个美好的一个 有点乌托邦的更公益的更平等的一个世界的一个想象 是不是能够跳脱出所谓的国家主权国家机器 这个也许等他都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那有关于这个悲痛性或者所谓的哀悼的 他在一个比较社会政治的脉络里面 我觉得发生了其实还有其他的书也在谈这个问题 我就不再多说 然后我其实不太好意思 就搭配两张页配文一下 这个就是在我其他写的论文里面 大概也有在讨论到这个问题 这个也是稍微交代一下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往什么样这个方向 原则上大概就是会找一些有谈过忧郁、哀悼这些思想 那这一个系统的这些思想还蛮多的 所以读起来会让你想很多很多的 看起来好像在那边哀悼很犹豫很病态很柔弱 事实上它也可以作为一种很积极的一些社会政治的一个基础了 就包括说我也想要帮佛罗多德讲一讲话 那细节的部分我就不太多说了 那本书其实那篇文章大概是处理说忧郁与哀 哀悼与忧郁 哀悼的话基本上就是为了回复正常 你哭一哭 然后承认什么东西已经失去了 然后你就回复正常 可是万一你这个哀悼没有完成 可能就临床上的话就会进入一种所谓有无止境的哀悼 就是所谓的忧郁 忧郁的话有时候他会自己去想象自己的 就断了再重新再沾咽那种什么的离你而去 你被剥夺或者所谓失去的这种经 可是有些可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之类的 那一般的解读都会认为说忧郁是一种病态的状态 可是实际上仔细去读佛罗多德这一篇经典的话 很难找到充分的证据去证明 所以忧郁他被所谓的病态化 这个就暂时先相信我的诠释是精准的 也就表示说回到佛罗多德的那个原点的话 哀悼这件事情或者再进一步进入到忧郁 这个状态里面都不能说是百分之百所谓的这个病态 这个他是具有某种种族的理性的 比如说我们不断去反生自起或者去看看周遭的人他们失去了什么 就是把失去当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伦理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基准点 看自己看别人失去什么东西 不断的企图想要去重新去建构你跟人之间的一些互斗的一些关系 我也认为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 即便是所谓的忧郁或者所谓未完成的哀悼或者永恒的哀悼 它事实上都是可以有一些还蛮正面积极的一些意义会展现出来 至于下面这张叶佩文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个讲起来会比较复杂一点点 在这里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多谈 这个大概是会建议大家一片片图上的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班牙明的那一篇《论历史哲学》里面有关于那个历史的天使的那个图像 它比较重要的部分我都把它用红字标示出来 简单来讲这个就是说哀悼这个事情不会是一个自恋的封闭的一个状态 哀悼也可以是集体的哀悼 就是有一群人他去哀悼 有着另外一群人集体的这种命运 这个可以把它带到一个所谓的 一种所谓的对于过往的这种集体的这种苦难跟压迫的这种哀悼 因事件的关系就会比较复杂一点 我在这里就不多说 那接下来我看看是不是差不多在20分钟 可以吗 我想到就8.50左右 非暴力如何是一种力量的这个问题 事实上也不是口说它就会变成是一种力量 它必须要去挑战很多有关于非暴力的一些预设 基本上我不认为 Buck的不认为非暴力只能就是一种柔弱的 或者所谓的自以为是一个崇高的这种道德啊 精神的这种展现 那基本上是一种软弱无力的 或者是虚无票美 并不是如此 他也做了一些澄清 所以我们好像很容易把非暴力把它 连结到所谓的高贵的灵魂啊 平静等等之类的 并不必然是如此 有时候它也可以是一种愤怒啦 愤慨啦 或者是一种激进的一种表达 但是不至于沦落到那一种 我们一般所定理之下的那一种暴力吧 所以我刚刚所讲的那种暴力跟非暴力 一个形容词 一个名词 彼此之间可能会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这种组合吧 我不知道大家平常会不会感觉到有一种 看起来好像是很柔弱 但是像暴力的不得了的那种 所谓的non-violence balance 那种我的解释 或者把它解释成我叫做冷暴力 冷暴力我觉得也蛮恐怖的嘛 像有时候会生气 然后建议一下小孩子做什么事情 三秒钟那个气就过了 什么之类的 甚至会觉得说一些所谓的伦理道德的行动 常常我不是要合理的话愤怒 但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禁止人家愤怒的话 然后不表示你可能就是比较不暴力 常常有时候那种冷 然后忽略等等之类的 那种所造成的心理上的那种压迫 不见得会比愤怒来的低吧 所以就是说非暴力这种东西 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高贵 平静啊 什么崇高道德的这种灵魂 那另外的话 所以非暴力听起来的确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理想永远无法透过时间兑现 这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一个不可能的理想 但是在朝向这个理想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包括说他有提到所谓的 在行使非暴力的这种行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自身转换成为一种阻碍 当然这边跳出来 我不太会期待Judice Butler来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今天要去争取什么土地 反都更或干嘛 要面对台北市警察局 台南市警察局的时候 他拿什么武器出来 你要怎么样 那个戏部中叫战守则 我可能不太会期待Judice Butler来跟我们讲 他讲的一些还是 是有某种理论上这种高 但是他已经非常入室了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在行使非暴力的时候 可以把自身化身为一种阻碍 然后你要展现出所谓的那种坚韧性 阻碍这个概念还蛮有意思的 至于实际上是可以转换成为 就是说很激动性的去做什么路障 然后阻挡警察的情境之类的 这个我就保留一点点想像的空间 可能会比较好 那既然所谓的完全的非暴力是一个 不可能实现的一个理想 我还是要做 我们总是在通往非暴力的路上 可能就是说要用它一个说法叫做激进式的绕行 不是直接立体的 但是有很多的一些策略等等之类的 可能通过我们的一些行动去进行 所以这也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斗争的一个过程 好 这些大概就是说有关于非暴力的行动 然后我们必须要去挑战要去结构的一些预设的一些立场 大概就有这几点 那另外当然很多 刚刚已经讲过说这种非暴力 基本上是牵涉到一个社会脉络 人我之间的这种关系 所以我们可能还是得回过头来看一看说这种 非暴力要实现的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对于所谓的社会枢纽的关系 做什么样的一些理解 毕竟所谓的暴力 非暴力这些事情 都是在一个特定的不管是性别关系 职场或者是族群的关系里面去发生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仔细地去理解一下 在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枢纽的关系当中 会产生这些暴力 也就是说有哪些非暴力的这种可能 还还蛮强调这种所谓的平等主义的这种生命 这种守护生命的这种方式 那这边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例子 各位朋友可以去思考 他有提到就是反堕胎的那个立场 那一般反堕胎的立场 人可能就会把所谓的胚胎 大概这个牵挞跟很复杂一个问题 所谓生命从什么哪一点开始 那反堕胎人可能会主张说 从他受孕那一刻就开始了 这里面事实上有很多一些复杂的 生理学 医学上的一些问题 等于就是说他认为胚胎 他基本上就已经取得了所谓生命的这种平等价值 那持这种反堕胎立场的人 他可能对Judice Butler 来说的话 他就有忽略一件事情 之所以是性别的不平等 虽然他赋予胚胎生命权 可是他同时以平等、自由、知名 他抹下了谁的这种决定权 就是为了孕妇女性身上 像这些都可以显现出Buffler 是思考得非常细的 但的确是有顾及到一些 比较现实层面的一些问题 那另外它下面 我是不是按到不该按的地方 先来救救我们一下 就让他那个画面回来一下 不过没有关系 底下的话其实就是一张 第一张的那一个决定 本来就是让大家看一下而已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把这一张就把它跳过去 好 越来越务实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讨论 大概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 他有一种所谓的全球平等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未来政治的一个想象 这里面当然也牵涉到 对于我们所处的这种生存的 条件状况要做很仔细的一些理解 那他在很多数里面都会特别强调 这个所谓的微粹性 precarity 或者那个是说precarious 那个字变来的 那这个 当然 体验到 理解到所谓的 微粹性 所以就要提供必要的一些 让他能够活得更好 活下去的一些必要的一些条件 然后就能够提供一些照护等等 事实上是蛮复杂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可能这个 因不同的国家社会如何去面对 这些所谓的 简单来讲所谓的弱势族群 有些可能就会给他一个标签 叫做minority 或者所谓的 甚至给他一些证明文件 来证明说你是能够领政府的补助 或什么之类的 这种贴标签式的这种 发给一个证明之类这种 让他在身份有一个很清楚的标示 这个基本上都不是Butler所赞成的 那他讨论了很多一些实际的一些例子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这个我不会细讲 就是这个南美洲开始的 一个女生都不能少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那他后来就整个 如新活燎原般的扩散出来 就在整个拉美到后来全世界 西班牙、意大利等等很多 这个其实主要要平反的 或者所谓的批判的一个对象 就是所谓大男人主义的这种暴力 进行的这种抗议 这个女性发动跨性别 参与益装者等等之类的 这样一个运动 就慢慢慢慢深入到校园、教堂、工会等等之类的 也解了分布在各种不同阶层 各种这种宗教社群的一些女性 其实都说起来就是蛮惊悚的 这种恐怖的社会氛围 可是它事实上就在我们社会的一些很细微的 不尽然那么容易察觉到的一些生活的角落里面在进行 就是这个世界上现在还持续存在 持续性的、体制性的对女人的这种歧视 或者对那些弱势的不同的性别族群骚扰、殴打等等之类的 背后就是整个父权、独裁权力的一些压迫等等之类的 大概也谈到那个难民的这个问题 难民的论述当然也是当前我们要去理解所谓的 微脆性、脆弱的、危急的这种生命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议题吧 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引经据点 谁最常被引用来谈难民的问题 阿钢本 它有一个叫做裸命的概念 简单来讲裸命就是说你已经一无所有的 然后你变成就是一个任人宰割的 是人非人 介于人跟死人跟动物之间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模糊地带的一个不被管理 但是也不得到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 Bartler要去挑战一下这位如日中天的 Jojo Agamben有关于裸命的一些概念 他就举难民作为一个例子 就是说他这个人看他的做法 他的背后的目的其实很单纯 就是说我们不要贴了一个固定的一个身份 一个标记在某些人身上 我们应该更仔细去观察说 他在实际的生活的层面上 如何能够走出他自己的一条路出来 那Bartler就讲到难民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 这个会因为有点讲远 怎么谈难民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现在开始有一些所谓的类似像田野调查 我忘记是哪一本书或好几本书 有时候记者要敲装成难民 跟着这些难民他去找人蛇集团 办什么假身份证 然后躲在什么船舱什么地方等等之类 主要的目的意思说 避免遠距离去想像难民是什么 避免直接用一种 那其实也是一种形上觉的暴力 去想像一套理论 然后去解释全世界各地不同的情境 然后为生活生命做不同努力的一些难民 所以这种事情现在一些著作越来越多 他可能是记者 他不一定是学者或是人类学家 那Bartler在这个书里面大概有提到过说 是让我们仔细去看一看那些难民 他们也会慢慢发展出一套网络 他们有他们自己沟通的这种网络 什么时候该联络谁等等之类的 然后他们也会去研读不同国家的一些国际排斥法 然后会去寻找某些比较容易成功的一些 越境或是偷渡的一些路线等等之类的 简单来讲他不认为说 我们应该像用阿刚本的那一套抽象的裸迷这种概念 去解释这些各自在为各自自己生命努力搏动的 这些人的真实的这种生命的这种情境 然后就有这一张整本书的这一个结语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但是其中里面有几句话 不是这一张 不是这一张 看一看 现在已经有点弱了 你看到这个东西散落到地方 我可能有点点 不过没有关系 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 应该就是这一张 这一张就是整本书的结局 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需要 如果去买书的话 仔细去感受一下 我觉得这不是很学术的一种说法 我觉得他跟那些所谓的 很强调系统性思考的那些哲学家的 写作跟思考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在某些地方你会觉得 他想要跟读者做某种说服 然后也带进某些人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所以读起来绝对不会硬邦邦的 像我特别用红字标示出来的这些 我觉得都是在 我在思考这些暴力 在暴力这些问题的时候 可以去承认自己 也可以用感性的这种方式去看待这些问题 让他这种狂暴的爱 每个像诗一样 激进的和平主义 激进的非暴力 激进的延续等等之类的 只盼我们能在这种束縛之下 找到方法与生者共存 勉怀死者在悲伤愤怒当中等等之类的 能够展现出我们的坚毅不拔 我就这一章就这样过去 应该差不多应该要做结论 但是后面其实有很多东西 我就用三分钟简单讲一讲说 我本来想要讲什么 但是他们会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继续 好像缠绕着我们今天这一场的讲座 我大部分都非常的同意 然后也非常折服这本书所告诉我们的一些 有关于看待暴力非暴力的一些观点 我不是要质疑他什么 但是我觉得可以延伸出来 让我们更去延伸去思考说 有关于非暴力的一些难题到底是在哪里 首先大概就是说Botter他自己有一些解构的一些特质 在这里面 会非常着重在一些个别的一些情境 可是有关於 像这样子蛮麻烦的地方就在于说 在面对所谓的暴力的时候 要行使非暴力的这种 採取非暴力的这种行动的时候 到底是有一些共通的一些定义 共通的一些原则呢 或者是说可能也必须要有所谓策略性的一些应用 然后来这个策略性的应用 会不会回过头来调整我们对于 什么叫做非暴力的一些认知 当然我们刚刚已经强调说 那是一种所以规范性的原则 有它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 终极的一些影响 可是在面对一些瞬即万变的很多的一些情境的时候 那些非暴力基本上你要说是Botter 或者是说那种所谓的安那其事 无政府主义是这种即兴的一种表现 他在书里面大概有提到也有几个范本 包括像甘地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包括像占领华尔街 那拿占领华尔街来当例子的话 事实上他并没有一套 必须先设定好的一套原则策略 就是随警方的一些临时的一些布局 要做某些调整 这个就表示说我们一般会认 大概会同意说它有一个终极的影响 可是在实际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场域当中 非暴力如何去实践 它基本上有很多不可测的一些因素在那边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等于就是延伸出来一些 会去思考的一些问题了 那另外的话 我们总还是期待说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或多或少 如果不是说模仿 但是至少可以参照的参考的一个范本 那如果各位朋友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有看到它几个范本 包括像甘地的薄荷座主义啊 还有我忘记有一个站起来 我忘记那个系组 站起来的那个运动 还有包括刚刚所讲的那一个 纳尼美洲开展出来的那一个女性的那个 平权的那个运动等等之类的 美国民权运动也是一个 它蛮常谈的一个范本 那还有没有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典范等等之类的 或者是说需不需要 不应该去参照哪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典范 那个会不会变成反而是一个制约 因为我们对于非暴力的想象的一个框架 这个大概都是延伸出来的一些问题 但实际上就最后一张 这个是我不想讲的 没时间讲的细节 这个其实后来已经有点讨厌了 这个是我满长的一段时间 可能被嘲笑说 我好像的学术研究都是跟着这一个人走的 那我今天就把它丢出来 让各位有兴趣的朋友们 在做进一步的这一个阅读 他不是说 他有一个蛮有意思的概念 叫做伦理暴力 artical balance 他对很多人都很不屑 他对于那种John Ross Havermas等等 解构学派多元文化主义的 他很有事就对了 他几乎就是当代所有的这些理论里面 他就每个人都看他不顺眼 然后就写作的时候就拿来一名像 刚好他批評的人当中 而且是他搞不好很暗夜他还做定 也满长一名Judice Butler 他记得他就把Judice Butler 把他摆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里面 就是强调我们要在地 央衣情境 然后所有的语言可能都是有虚构的面向 没有所谓的最终的这种真理 通通都是语言所堆植出来的 语言所沾咽 游戏规则等等之类的 然后他就提出一个叫做伦理的法律 要去反对他认为在当代的后现代主义 或者是在多元主义里面 类似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 巴特里面的这种 诉诸某种非暴力的这种伦理 那他就等于是说去强调 倫理暴力的一些正当性跟必要性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说 一个真正的一个伦理行动 不是继续去维护既有的这种框架 我刚才讲过他把多元文化主义 当成就是一个讨论的攻击的一个对象 对他来讲多元文化主义就是 好像只是让这个既有的体制继续延续下来 不同的族群他们要求被听到被承认 融入到这个体系里面来 然后让这个体系能够更有效地立作下去 这个当然可以挑战 就是说他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 是不是很偏颇或是说刻意去扭曲他 不过他就是这样子想 所以他想要跳脱出这种 而且常常就是更资本主义的这种市场 是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多元文化主义 他就提到说真正的伦理的行动 必须是打破既有的现实的这种条件 包括说哪些人有被算到这个体系里面来 所以他就讲到他 最后一件事情 他好像对于这种所谓的人渣的逆袭 抱持着非常美好的这种想象 他认为说一个真正的伦理行动是 有一群本来你把他当成是人渣废物 没有被算进来的这些人 至于这些人到底是谁 可能是非法劳工或者所谓的那些难民等等之类的 他没有任何理由突然之间像一群蝗蟲一样集体的攻击 然后要求他们立即实现他们应该得到的一些公平正义 要乱来整个市区原先所设定的共识 共同的原则 共同的那种认同等等之类的 然后他就在这样的脉络当中 他提到 这个就说来话长 就不再讲 班牙尼的那个暴力替判里面有关于神圣暴力的那一个概念 那这个部分也许可以去找一些 可以跟巴特勒一些对话的一些地方 那总之就是说 跟隆基障这种比较具有所谓的激进政治 所以比较马克思主义的 然后有一点弥赛亚的 当然巴特勒他也暗中摆了基障一道 他就认为说基障这种把神圣暴力解释成为类似像其种武政府状态 基本上是对班牙迷那一篇论文的误读 巴特勒的读法认为 最后一句话 这种看起来好像很神秘的这种神圣暴力事实上 也可以把它转换成为是一种比较能够超出所谓的目的跟方法之间的一种等式的一种 非工具性的一种所谓的非暴力的行动 不过这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思想 对话这个问题刚刚今天时间也没有了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大家等一下有兴趣的话 也许可以再回过头来这里讨论 OK 那我的报告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函岳老师 很抱歉 我刚刚来的时候还蛮狼狈的 OK 那因为呢有一种神秘的那个人跟人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就是我的楼上就是我的天花板漏水 然后那个在跟楼上的邻居要瞧事情 那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在我们世界上生存的时候的一种秘存的状况 然后我刚刚在听海语老师在讲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在想我的邻居的这件事情 那其实整个邻人跟邻居然后互相依存的事情大概是在 就是巴特勒他的这一个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我听完了之后我有一点点的感想 然后做一点点的补充 就是希望十分钟以内 那我想先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那一个故事 是王尔德他写的类似童话的故事 那王尔德跟班牙明大概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人 而这个韩语老师应该都非常的熟悉 那王尔德里面有一个应该是叫我们中文翻译好像叫小公主的生日 OK 的一个 其实那是在讲一个西班牙公主的一个故事 就是在那生日那一天呢 然后有一个小侏儒小海人来就是来表演 然后小公主他也笑得很开心 旁边的也笑得很开心 然后小侏儒他原本以为说大家很喜欢他 一直到他最后他发现原本大家是在笑他 然后他伤心 然后伤心到爬不起来 然后心碎死了 然后小公主就冷冷的说了一句话 说以后呢来跟我玩的人呢都不可以有心 因为心才会碎才会死 所以他就是 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一个故事 因为那一个故事呢 让就是完全全是我 就是说我曾经有过的恋爱经验非常非常非常的相似 OK 然后呢那一种经验呢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 就是这一本书里面呢他在三十一页的地方有特别讲一件事情 其实是我全本书最喜欢的一段话 那他这样说的就是 若缺乏对相互依存的重观性认知 我们便会将身体界限视为尽头 而不是一个人的门槛通道和间隙 或对身体中固有的他异性 敞开心胸的一项证据 非常非常复杂 其实全部里面就只有一个说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门槛也是一个通道也是一个间隙 其实呢 人跟人间的关系呢 巴基尔他在这边要谈那个相互依存的时候 他想要着重在一件事情 就是援引他之前的 不管说身为叫做对性别的理解 或对身体跟女性主义的这一类的理解 就是说身体呢 身体呢 身体其实 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就是肉体也可以进入身体 OK 但这只是最其中的 最出勤的一种理解 可是呢 语言 语音也可以进入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内心里面留下更大更大的伤害 而远藤周作曾经有说过一句话是说 就是所谓的罪就是在别人身上留下的飞红水泥 但是我们已经忘记了 就是我们在别人身上做的事情 而我们自己不知道的 有时候是对那一个人来讲 他可能是一辈子要花一辈子的时间 所努力要去抹去的东西 可是又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呢 其实人跟人之间呢 互相依赖跟互动之间的关系绝非只是身体而已 而是我们可能会因为语言 可能会因为另外一种的造成别人的期待 而他又受了伤害 诸如此类的 这一类的关系其实是 他非常非常强调想要告诉我们的人跟人的互相依赖关系 而他透过这样子的理解 要挑战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对于传统的所有的政治理论 现代政治理论都是从刚刚有提到的社会契约论里面 假想的自然状态 然后人怎么会组成国家的这一件事情 他提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挑战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有的民主理论 都是来自于所谓的一个叫社会契约的一个理论 他假想在国家出现之前 每一个人都是某一种的独立的状态 然后呢 每一个人都是 就是一个个体就是身体 一个个体 然后彼此都是互相分开的 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通常我们称为这叫原子式的个人 那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底下 大家不就会存在某种的 如果从霍布斯 就是这本书要骂的人是霍布斯 就是说 那人跟人间的关系 变成是一种互相斗争夺取 然后呢 是以身体为我们的界限 那即便后来的比如说 还有洛克的另外一个版本 也会把财产作为我们个体的一个延伸出去 但我们的民主的理论都从这里来 因为他们假定人跟人之间是这样子的 没有国家出现之前 大家都是这样你争我夺 然后完全的独立的个体 然后彼此之间不会有任何的实际的连结 跟情感的连结 所以大家会开始要去争吵 然后斗争打仗 就是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的斗争 到最后大家受不了了 只好出自于我们的利益的考量 跟风险的考量 我们决定 所有的人大家一起放下武器 然后我们来成立一个社会 然后推举一个人出来 当我们的主权者 然后建立一个国家 然后民主就变成这样来的 因为它背后最核心的意义的想法是说 国家是每一个人自主的意愿 让渡我们的某些权力 然后一起建立起来的 所以如果没有经由我的权力的话 国家对我们有任何实质的那种正当性 统治的正当性 那民主国家基本上都是以这一个基本的假设 社会纪念论造成的国家的概念而出发的 所以国跟人民之间一直存在一种敌对的关系 所以民主社会基本上是把国家想象成人民的加强敌 主要的潜在的敌人 那这一类的想象即使发起了他想要瓦解掉所有的东西 他想让我们知道说没有不是这样子的 透过我们刚刚那样的讲法说 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的界限 我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进入别人的心里面 别人的内在里面 甚至会走过去别人的内心 留下别人的很严重的伤痛而我们自己不知道 所以他要从这样子的角度来说 人跟人之间的那个连结远比我们想象的还大很多 所以我们的民主社会底下就很难直接那么简单的运用 原子室的个体你跟我是毫无关系的 只有一种利益或合作等等这一类的关系的想象 所以他要把互相依存拉回来 然后这个互相依存拉回来 就会挑战了整套的所谓自由主义自由市场 然后还有民主资本社会等等这些的完完全全的挑战 所以就会进入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凌人的问题之上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是一种暴力的关系 比如说我被欺负了我被打 然后所以呢他对我实际上暴力所以我应该可以回击反击 但是Butter他就问了他说OK我们先撇开暴力跟非暴力什么什么 这些定义之前你们怎么会多在一起的 为什么加害者跟受害者他们会在同一个场域当中 这件事情我们可能要先去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的预先的存在 所以他们才会有加害跟被害的可能性才有施加暴力的可能性 就像我们刚刚说那个小公主跟小朱鲁的故事 那是在宫廷里面他们是存在一种特定的一个结构或框架或一个场域当中 他们才会出现那Butter他要追问的或要求我们来反思的是等等 那所有在讨论非暴力跟暴力的各种的形态之前 我们其实有一个要先问我们的连结是什么 然后从我们的连结这一个关系里面去寻找到可能的出路跟答案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其实我们已经某种程度得一起生活在一起 共同生活在一起而产生的施加暴力跟反 就是跟反暴力而采取的策略也是暴力 那我们可能还要追问说到底是这个场域出了什么问题 有结构性的因素而才会产生施暴者 然后才会产生去反抗施暴者的 那他这一类的人他到底要不要采取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 所以变成是我们要先去问这一个场域到底怎么发生的 而那个场域的本身也许是一种不正义的结构 也许是一种某些特殊的安排而导致有些人会变成是叫做 比如说稳固的长期的施暴者 甚至有些是因为他本身是受到暴力的影响 所以他要找另外一个比他弱小的来施暴来出气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暴力会一直不断的在循环跟增长的当中 那我们得去问一个得去思考那个最根本的如何解构掉 这一个场域的可能性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说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对我们施加暴力的人 所以我们就应该直接予以还击然后也同样施加暴力 那因为我们这么做的过程我们是假定了很简单的个人主义 而且台湾人很喜欢想的就是个人造业 个人承担的这一个概念 但社会上没有那么简单的个人造业 个人承担 因为Buffer告诉我们的是不是这一类个人主义的想法 我们没有那么简单的个人造业 我们不是每一个都是一个绝缘体的一种单位 每个人身上都有点数 在那边积分等等 并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相见在非常非常复杂的 人跟人心的各种的关系当中 所以加害者跟受害者 其实在如果把时间拉长 然后把场域拉开 我们可能会无法那么的简单的直接指定说 他就是加害者 所以他必须怎么样 他对我施暴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以牙还牙 所以呢 用这样子的角度 Buffer一方面要把场域拉得很大到全球 全人类其实是活在一个共同的场域 所以可以去谈这个全球问题的问题 那同样他也要把这个场域再拉到更长的时间点 那我们就看是不是有更早以前的荒蛮相通的暴力 以及这一场的暴力当中有没有一个背后更大的一场暴力 简单说 就是比如说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杀了多少人 那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觉得他们是受害者 我们认为他是加害者 而他也会觉得他是一个受害者 他也觉得他是在大的西方的帝国主义底下 在帮助亚洲人 所以他是在反抗西方主导的帝国主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就说他们也在帮亚洲 但是他所造成的比如说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伤害等等 然后甚至到最后二战因为脱下原子弹在他们的国家 而造成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一类的死亡 那对他们来讲 他们也觉得说 我们是处在一个非常大的帝国主义战争逻辑底下 我们是某种的受害者 那么我们如果不看这样子东西的时候 我们直接当做他就是加害者 以及他们就必须被死 那么这就变成一个简单的乙牙 还牙 以及乙暴 衍生暴力的 不断地滋生的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他让我们回头过去想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你放在这个框架当中 那一层一层的更大一点的那一个暴力的场域 就会慢慢浮现出来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 以及结构性的因素 同时也可能有一个历史性的因素 那我们得去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那同理 如果是因为那日本人 比如说日本人杀了中国人 所以日本人就该杀 那这就出现了一个悲痛性的问题 那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说杀人不对 是因为有人被杀 有人感到悲痛 那同样的他们如果也被杀的话 同样他们的家人也会感到悲痛等等 所以我们得好好地思考一下 我们觉得悲痛性本身不应该直接造成别人的悲痛 但是呢 在往前再问一步的时候 他就会造成了 等等 那我们其实现在在骂日本人的 比如说现在中国人在骂日本人的 问题那些日本人都已经是后代了 他们没有亲自参与过南京塔屠杀 可是他某种程度上又必须继承他们的父辈 或者是父子辈 甚至是祖父辈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我到底有多大 那族群的划分到底有多大 那到底要大到只有我个人 个人如果真的是个人造业 个人承担的话 那么杀了我的 我们就去杀了那一个 杀了人的人就好了 可是其实我们也会要求一整个族群要去承担他们的祖先辈们的过去的这些结果 然后这也是巴基特他告诉我们的 等等 这个相互依存的关系 我们再仔细思考一下 我到底有多大 那所以他才问说 那如果你可以说 我可以延伸出去 我的家人 我的亲人 我的朋友 那或者叫我的国家 那你为什么不能够延伸到我的世界 那这变成是一个我们得去思考的问题了 为什么我们要把它画在国主作为一个范围 还是我们要把它画在一个所谓的叫做性别 或者其他各种的花分底下 所以他也提出了一个挑战 我知道 他就告诉我们说 我知道你认为是自我法规 你认为这是要以牙还牙 就是正义什么等等 但你的我到底范围有多大 你为什么只画在这个范围当中 你这个画法的本身是不是被迫又受到了什么样子历史的果然性的因素 而造成你认定必须要怎么的话 比如说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是亚洲人 还是要叫华人 还是要叫什么人等等 那一层一层下来的时候 自我的概念开始不断不断的游移 所以你画到多大的程度上 将会决定我们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 我们是被施加暴力的对象 还是其实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 也要共同承担我们的族群施加了暴力在别人的身上 他就开始要求我们去思考这一类游移的关系 那么如果这样子想的时候 那个范围就开始复杂起来了 这里我到最后就说 这里到最后就牵涉出了一个 刚刚韩宇老师讲的那个暗言人的问题 在基督教世界当中 他们相对比较好解决 犹太人也相对好解决 但是巴特他反而很难解决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巴特特他是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的 他很讨厌以色列等等 认为说他们犹太人某种程度 都太习惯以牙还牙的这类的思维 然后不懂得全世界的人都是相互依存的 但是呢 犹太跟基督教他们有一个想法是说 所有的加害者跟被害者 在同一个世界当中 其实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我们全部都是有不足的人 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罪人 而这是我们还必须罪人跟非罪人 有时候到底你是罪人还是非 还不是罪人等等 这个互相界定已经开始模糊 掉了之后 我们还要记得 不管是罪人跟非罪人 他要共同活在上帝所赐予的这个世界当中 也就是加害者跟受害者必须要共同生活在一个地方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要去做 所以犹太跟基督教的思想资源 他们多了这一个东西 爱凝人这个东西 以及所有人都是某种程度的罪人 这个概念他们可以 应该说迂回的要走出这样子 走出那个严格的区分加害者跟被害者这个做法 但是反而巴特勒的这一套思想 因为他要排除掉这一类的讲法 然后他反而可能在从我们尽可能的不要用国主作为 划分你我的我的范围 要转到全球我们人类共同的一个地球 这一个程度上他反而可能有相当多的理论的困难 反而比较麻烦 所以他要骂的那些对象 他们的思想资源 其实在很多方面都反而可以回头过来 反而可以来就是回应巴特勒的讲法 因为巴特勒在讲暴力跟非暴力的时候 所有讲的东西都非常的好 但是他没有记定什么叫做暴力 他还没有 那他也没有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得活在同一个场域当中 虽然他指出了很多的东西告诉我们要去找出相互依存的关系 然后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 但你进一步去思考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当中 到底相互依存到什么样的程度 然后如何从国主转移到全球我们人类是一体 那这个时候他会遭遇到一些挑战 因为你直接从身体会有别人穿过我们 所以我们跟别人之间个体都是一个 没有认为一个人是绝缘体的 单独的个体 所以你这件事情往外破的时候 没有那么简单可以直接破到 所以我们可以取消掉所有各种的大我的界限 然后划分的问题 OK 大概是怎么样 相对抽象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刚刚听完韩语老师的 就是在介绍的时候突然想到的 就是所以我刚刚在听的时候一直在查王尔德的 王尔德的童话故事在那边看 OK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有一点时间 然后我们就先开放 然后让大家有什么样各种的提问 然后我们再进入就是B 就是后半场 然后让韩语老师来回答 OK 有什么样的认为你们的问题吗 也跟问也好 没有 没有 我改一下 OK 各位现场你的朋友好 因为我跟他前面有提到一个东西是什么 是非暴力的行为 所以我在有一个比较起 好 给你看这个说比较起来 大乱想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博恩夜夜秀 因为像去年他写前他有做一些比较有血听 或者是像我最近他有来聊去看 淡光语或TOKO秀 我发现他有 他在某种程度上算出的 算是种非暴力的方式 就是说去 因为我觉得他很多程度都会讨论到一些跟暴力有关的 例如说像之前有讨论到死刑或是剁台 那就是直接暴力最明显的施展 因为他剝夺生命 可是他却可以用一种讽刺或卸博就是说就是政治不正确 或者是用刻意搞笑的方法去带这个议题 他在好笑之余也是可以深入思考 但也不会说只是纯粹的讲理而难以下用 就是用比较有趣的方式去看待 我想说用一种讽刺或卸博 或者是用那种搞笑的方式去想去面对这样的议题 会不会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非常谢谢 这是一个议题 我们把问题丢给韩宇老师 但我可以先讲一下 就是我们对于别人的悲痛 把他诠释或者用一个嘲讽搞笑的方法来陈述 有时候他其实是在不断地造成别人的恶物伤害 非常地悲痛 我们也非常 我们也要非常非常地小心这一件事情 OK 因为对于失去亲人或者是朋友的这一类的人 比如说女儿小灯泡的妈妈 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可以用任何的嘲讽的方法 可以来讲这一类的事情 他有相当高度的严肃性 OK 所以 这就是我出钱的回应 韩宇老师等一下再回答 那还有我们有没有第二个问题 OK 我刚刚就是又想到几个问题 诶 这是 各位搞不清楚 就是说 因为今天不是一开始说要讲到 有人提议说要讲到香港 然后刚刚有讲到那个什么整个结构 那我就突然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如果站在香港这个事件来讲的话 那我要放大更大结构 那我们要怎么去讲说 中国人也可以讲一个说法 是说 诶 你们以前资本主义压棋 压棋压棋压棋 压棋压棋或什么 然后说我们现在对付你们这样是应该的吗 是这样讲吗 因为我在想巴特勒在讲那个东西 可能是在讲说 像美国可能有些黑人的暴力的问题 那他们可能会说 因为以前白人对黑人不好 他可能是这样想 可是我说 诶 我讲错话 没有没有 我说 我说 那如果以那个 以香港这个例子的话 那比如说我知道 那比如说我知道 这个 要不想要 这个 这个 在这边 这个 这个 那 这个 那 是 不太可怕 然後就有人會說 那你們以前 你們的祖先 比如說他很預設 他很預設說 在228被沙拉達分論 所謂現在叫人死人 他就說你們祖先以前 是對原住民不好 就是可能就會 那我的意思是說 像巴特的這個講法 可能就會變成說 我今天 我來跟你抬槓 或者說我今天要 要把你的正當性毀滅掉的時候 我就用這個 講到最後大家都是外人 這樣 就是說他如果用這套邏輯講下去的話 他是不是變成說 什麼正義都不用講 就是說 當然我們不知道說這個所謂的 這個正義到底是要 比如說你要怎麼去討論 或怎麼去切啊 但是我覺得他這套想法 很容易就會 可能會得到這個方向 我就說可能會被人家 用成這個方向 OK 好 就是 等一下韓劉老師 就我先隨便亂講一下 然後就是製造一些韓劉老師思考的時間 就是 關於那個議題 就是說 我們必須知道一件事情 對中國人來講 的確他們還沒有離開過19世紀 他們活在19世紀 這是絕對是肯定的 因為大小事情一定都從西方列強 侵略 羞辱 怒華這些問題開始 所以這就變成讓 讓政權有某種的正當性 凡外面的勢力都是帝國主義勢力 我們都應該怎麼樣怎麼樣子等等的 但是呢 他反而來他會告訴我們說 等等 我們有沒有落入這樣子的一種 就是暴力的那種不斷的循環的 循環的過程當中 甚至你確定我們被欺壓了 就確定他們是加害者欺壓了 我們這件事情的本身也不代表 我們就可以回頭過去欺壓比我們更小的 或者我們要去直接用同樣的方法回頭過去欺壓另外一邊 因為如果我們這麼做的時候 我們做的時候我們就是還是落入在那個 好人壞人 加害者 受害者 的二分法 然後還是落入在一個 我們已經知道什麼叫正義 所以我們把暴力視為一種手段 要來宣章正義等等 這一切剛好全部都是Budsman他 他要我們很小心的不要陷入的一種的邏輯 但我承認說這樣的講法 他其實會對於死刑的這個問題 會有很大的影響 的確因為那個可悲通信對Budsman來講 的確是加害者以及他的親友們 也有可悲通信要去照顧到 我們也必須要注意到這件事情了 甚至這是一個簡單的一個邏輯 邏輯的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覺得殺人是不對的 為什麼我們說他殺人所以我們要殺了他 到底哪一個比較不合的邏輯 這件事情我們本身就得去問清楚了 那剛好就是因為我們太熟悉了 太習慣了這種以啊還以啊 或者他殺人所以他應該要被殺 我們似乎不覺得這當中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從Budsman他的角度來講 他反回到什麼等等這裡問題很大 那如果人被殺不好 是因為他的生命是值得活以及有可悲通信 那同樣的這一個人的被殺 也可能也會有同樣的這樣的一個問題的存在 所以他會相對比較複雜一點點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Budsman他自己本身沒有講出非常清楚的一套教戰手冊 他只是簡單的援引了比如說甘地的講法 那其實他對甘地的理解也有嚴重的錯誤 我必須這麼說 因為甘地的不合作非暴力 然後到金恩借用他的東西結合基督教來講愛與非暴力 這裡呢有一個Budsman沒有去思考或者他沒有去處理的問題 那就是甘地他在進行非暴力的時候 雖然他是有符合了Budsman想要強調的那一種我用身體我用抵抗我用弱勢的方法 然後我可以用我的裸命來對抗你這個強大的軍力造成一種完全不對稱的荒謬的處境 那用這樣的方式來凸顯出來一種弱者或者被欺壓的人 採取非暴力的方式也可以是積極的面對的一種手段 但是呢其實當地下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有一個印度教的思想還有他對真理的特定的理解的方法 就是真理是在別人在壓迫我們的時候 越凸顯出來我們相信的東西是對的 他有這件事情 所以呢你英軍你最好打我打我盡量打 你越打代表是我就是越對 再加上他有印度教的修行 認為說我們就是藉由這樣的方法 比如說我用靜坐的方式 我用絕食的方式什麼等 好幾種方式剛好符合我同時在修行 然後呢英國人完全不懂這一些 直接把他轉化為說好可怕 他那麼他在嚴肅的用他的生命 要用他的生命來對抗我們他有極高的道德的正當性等等 然後我覺得英國人他們自己也活該寫掉 他們沒有好好的理解印度教 所以在這一切的過程當中 他本來就還存在一個對於干地的不合作的運動當中有一些的誤解 而我剛剛講的東西是印度人的寫干地的時候會特別強調的 那同樣的金恩也是 金恩他的講法是說 加害者本身是內心是被扭曲的 所以他們需要我們拯救 所以會施加暴力的人施暴者 加害者他們本身其實也是我們要拯救的對象 因為他們內心已經扭曲了 在一個不正常的關係當中了 他們無法愛 所以呢 我們反而應該要去同行他們 要解放他們 拯救他們 所以呢 就是在干地跟金恩他們的理解底下 然後可以發展出一整套具體的公平不服從的方式 Budsman在這裡是空缺的 他希望能夠直接用那個互相依存的 這一個概念跟可悲痛性要擴大以及代替援引宗教的習慣 來解決這一種就是加害者跟受害者的惡分法以及正義 是一種完完全全我們都知道那是什麼 所以只剩下一個手段跟工具就是手段的問題 那我剛剛就是覺得說在這一點上 Budsman並不一定非常的成功 OK 所以呢 我講很多 所以等下韓語他一定可以回答得好很多 那還有嗎 我們還可以接一兩個問題 我們就知道各位講得很大齁 其實我最近在探討的議題是 就是關於實行存費 然後 就是有一個人叫窩文型 就是他殺 他半火燒了他全 幾乎化全家 是 關於剛才老師講的那個 關於相互依存的程度 我們把時間推廠 然後還有我們每一個人 自我的讓渡給國家 作為行使公權力的這個正當性 那我想問的就是 關於在法官沒有了解這個人的狀況下 沒有去把做時間這個整個推移 就是了解他整個過程 那他們是不是可以用 人民讓渡給他的公權力去執行死刑 就是我想說的是 國家並沒有了解他 但國家還是因為人民想要對他 就是人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事情 所以人民覺得他應該要被判死 OK 就是把死刑這件事情 跟執行死刑這件事情 單純的理解為是 當初國家出現的時候 聯名之間的一種的契約關係 所以政府得去旅行這一個契約關係才會OK 這當然康德會同意 然後是國家這樣子執行死刑 是不是一種暴力 OK 對他的暴力 OK 直播說 那就回來了 暴力是哪一類的暴力 對國家來講 如果你剛剛講的 這是我讓不出去說 你國家按照契約 你必須要這麼做 你才是履行你的義務 那你在這套論述當中 其實就已經不是暴力了 所以這反而是巴克勒他要反駁的 因為他要反駁這套社會契約論的理解 所以從社會契約論的角度 民主國家政府也可能要履行這些契約 所以執行起來不叫做暴力 這只是法律權規的崭性 而且你剛剛談的 如果是我讓不出去 本來就是要求政府這麼做了 那這是一個義務的旅行 這是一個區域關係義務的旅行 所以變成看你接不接受 我們要在這一套社會契約論的理解底下 來思考政府跟人民之間的關係 還有法律的正當性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在社會契約論的關係裡面來理解 的確是這樣 那不叫做暴力 那叫合法使用暴力 可是這也叫做正當性 結果會有一點不一樣 但巴克勒其實他反而是 他是要反駁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剛剛好作詩和巴克勒所講的 暴力是一個詮釋的問題 你在一個特定的理論框架底下 詮釋起來的時候 你覺得你的暴力可能在那裡會 不是暴力 可能叫做生長爭議 或叫律行契約等等的 OK 這是我的回答 但是等一下還沒有到時候 你有回答 還有嗎 OK 各位老師好 剛剛我在剛開始的時候 黃老師好像有提到 在界定暴力的時候 報德他不希望暴力這個字的界定過於僵硬 那我一直想到之前 讀過另外一本 法國人寫的小小本書叫審制暴力 那他一樣在最前面一開始先建議什麼是暴力 但是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現在好像對於暴力這個詞的使用過於不爛 就是我們好像朗朗上頭把一些 我們覺得比較負面的東西後面再加一個暴力感的詞 那這一點的話 如果我記得也錯跟也理解沒有錯的話 那個作者把暴力就 我覺得他把它做得像是一個事實狀態 就是一定是一個人然後有意圖的去對別人的肉身造成傷害 這個才叫暴力 那譬如說其他像言語暴力 這個其實是你要叫匪霸或者是侮辱 那再更高抽象層次的東西 那個也許可以說叫結構不正義 然後這些結構也許也可以造成暴力 但是他應該不會覺得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叫做體制暴力或者是結構暴力這樣子 然後你知道兩位老所有人是他可能去看這件事情 OK OK 我想你的說法是對的 我們如果更嚴格的區分在不同層次上 有時候暴力也並沒有那麼適合的使用 但是即便是我們如果順著這一點的交法 那即便奪取了一個人的生命 其實很多時候他也不太暴力 比如說呢 如果你誠心相信輪迴 完完全全相信輪迴 沒有第二個世界觀可能性 那麼這一個人即早 就是早死找超生啊 這個是好暴力的 而且他是說也會死性因為他即點住的問題 然後你讓他進去輪迴 找超生可能是對他是一個更好的事情 為什麼叫暴力 那你即便在古希臘的時候一個人死亡 他們相信有輪迴的 然後你在相信有輪迴的狀況底下 我們會重新 得去重新思考 這一個是否單純的剝奪了生命 就叫做非常大的暴力 而這剛好是Butler 他用可悲痛性 還有把可悲痛性結合說 我們在很多的反擊暴力而想要採取以暴制暴 或以暴制暴的方法的時候 我們往往都是以另外一個人被殺 我們某種程度上是要延續他的生命 或因為他的生命被剝奪 所以我們要替他發生等等 剛好我們就是用想替別人延續生命 或者因為他的生命是具有可悲痛性 所以被剝奪得不好等等這件事 所以呢 反而Butler他其實本身就已經要挑戰這一件事情了 所以在他框架底下坦白說也沒有那麼的簡單 就是像只要身體的受到傷害或死亡 就全部都只能夠叫做暴力 沒有那麼的容易 而剛剛韓明老師也有提到 其實在19世紀末的時候 其實那些生命政治啊這些想法 加上達爾文主義等等 好多好多的講法已經在替什麼叫可 應該就是說余命值多少可 應該說就是值得活下來的生命指數有多少 這些其實那個時候都已經在討論過了 而這個的討論本身其實並沒有預設命活得越久越好 但我們平常的想法都是認定命活得越久越好 我們如果不是用這樣的想像的話 那一個人的命被剝奪了 我們很難說它是要絕對的惡 可是這也許是我們必須要去接受的 沒有錯 但是呢 那原來是一個詮釋 所以Butler他告訴你說我們需要的是一個 一個特定的一個新的詮釋 那他會去捍衛這個詮釋就好了 所以呢 他在這本書裡面有一個特點就是 過去的自由主義者或者是主流的政治思想家 喜歡把人的生命用尊嚴的概念來理解 尊嚴被剝奪 然後為什麼人跟動物會有差別 那是因為我們是上帝所創造的 所以先上背負著上帝的形象 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某種可以類比為上帝的某些的性質 所以我們才叫做有那個尊嚴 但是呢 Butler他非常的巧妙的他用可悲痛性轉移了焦點 不用正面表述我們人的尊嚴在哪裡 所以人命不能夠被剝奪 而是把它轉移成可悲痛性就變成是 誰失去了親人的生命將會造成的什麼樣子的悲痛 然後以及那一個生命失去掉的時候 它本身是一個值得我們共同哀悼的一件事情 他把它轉化為這樣子一個負面應該說消極的表述方式 但繼續延續了那一個原本在所有其他主流理論在談的人命的尊嚴的這件事情 OK 所以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他的理論算是有巧妙的一個轉化 換了另外一個表述的方式 但就是說至於是否非常非常成功 那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同樣的把所有的問題 請四個問題 那我就直接交給韓語老師 我已經算是會準時下課老師 所以現在已經也只能下課 當作韓語老師 我覺得今天找葉皓來當主持 絕對是正確的一個選擇 他其實已經幫我回答很多 那我就有想到有記下來的 就主意的回答 首先這樣就是一個大家怎麼來看待這樣子的一本書 當然他自己也講得很清楚 暴力總是經過詮釋的 那我想我從來不會對這本 或者另外哪一本隨便任何一本書 就期待說他告訴我們所有的這一些答案 那一本書不在於他寫了什麼東西 到在於說哪些東西還沒有被說出來的 也表示說讀者開展出來的那些開知善業的那些意義 或者是那些政變 應該是遠比這一本書告訴我們什麼的 要來的重要太多了 那當然大家問的都是蠻大的一些問題 首先就是那個應該屬於珍那個博文夜夜秀的那個 現在有一個概念 這個它裡面的一個章字 雖然說現在其實章字蠻多 其中一個章字叫做PC 當然我不是指Personal Computer的一個是 Political Correctness 政治正確 它會變成一個章字當然是一個起來有之 因為有時候是走得過頭 走得過頭 比如說 有時候蠻好像 有一本 類似像這種Dictionary of PC Terms 那裡面都是小話 比如說 上英文課的時候都提到這個事情 就是說 你不能直接講一個人肥胖 那你要怎麼講他呢? 你要講說他平行的角度看起來蠻具有挑戰性的 Horizontally Challenging 這個絕對只是一個很不尊重PC的一種做法 刻意去扭曲PC它的一些必要性 那為什麼PC有時候是有必要呢? 就回到博文夜夜秀的那個事情上面來 我覺得基本上你沒有任何理由 任何藉口去觸碰到 剛剛毅耀已經講過的那些基本的那些原則 即便是在一個強調大附近他們的基本邏輯 言論自由的一個民主社會體制裡面 並不表示說任何一個言論都是本質的 我想Julie Spencer也沒有這樣講 更何況就是說 如果不能夠以正義為名 去工具性的去使用或者合理化暴力的話 我想幽默也不是一個 幽默層次我覺得他以正義更低了是不是? 你能夠拿幽默來合理化什麼 這個我真的是不太清楚了 而且有沒有站在對方 這個其實有時候不一定把它拉高到一個大眾傳播上 其實日常生活的對話當中 我覺得其實可以去實踐這一套 所謂的非暴力的這種行動的這種哲學 簡單的講一講大概就是說 你站在對方的立場設身處地去想 回過頭來修飾你要怎麼去傳擾你自己的一些意義 而不是說我是為你好啊 如果是就我為了要幽默之類的 那種其實我覺得都是很自戀式的一種想像 今天這本書他如果都已經告訴我們 不能夠以自我作為一個 不管是什麼行動或者是什麼思考的 合理化的一個基礎的話 我想伯恩葉劉修那個其實滿容易的 其實我覺得誰的幽默 就是我馬上問他這個問題 從什麼角度去定義對你來講是幽默 可不可能對別人是一種傷害呢 簡單來說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沒有反身性思考的 這樣的一個 其實說穿了是任何理由都不是理由 那你就不能回過頭來講說 你怎麼這麼脆弱都禁不起人家幽默 這個邏輯再推下去的話就會變成很清楚 就是跟語言霸凌那種一樣 霸凌為什麼 那個就是我剛剛早上講的 以什麼為你的一種冷暴力 他也許看起來好像是溫文如意 我今天會講他太多嫌壞話了 然後試著想要是幽默的 一點都不好笑 一點都不幽默 那個基本上我的結論就是說 基本上那種叫缺乏反身性思考的 來修飾自己的語言等等的 一種很自戀式的一種自我反胃的一種說法 基本上我覺得不會接受我們那樣子 那第二個問題真的蠻複雜的 其實Butler的這個書裡面 可不可以幫我們提供一些 不敢講解答 但是至少是思考的方向 好像有 那相關的片段可能就是在我剛剛那個報告的地方 還是一樣提到那一句 暴力總是經過權制的那一句話裡面開始 我記得在那邊 我有稍微講不夠清楚 有提到說 那樣的一個邏輯很容易 帶到就是這位朋友所講的 有人會來質疑說 什麼台灣的轉型正義啊 然後你自己也不會過多 那你不是也是欺負什麼原住民來的啦 好像就用你沒有做到的什麼東西 或者一個下在缺失來執意 甚至來推翻整個所謂的具有正當性的 那好像狀況也會出現在中國的那個例子上面 因為以前西方人資本主義日本怎麼對我 所以我現在要怎麼樣 我們剛從Butler那個書裡面應該可以看到說 他所講的那個暴力總是經過權制的意味著 事實上是一種反生性的一種思考 然後要不斷的去逼問說 我們是在什麼樣的情況 在什麼樣的一個前提 什麼樣的二元區分當中去宣稱說 或者去指稱什麼是暴力什麼是非暴力 如果是用那種以前漢人也欺負原住民 然後什麼也欺負是誰 為什麼最後聽起來好像是八點檔的一種說法 八點檔的一種說法就是那個惡婆婆嗎 惡婆婆一個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以前怎麼被對待的 我現在也要怎麼對待你 因為基本上或者是說老師都給學生很殘酷的這種對待 然後講你們現在小孩子都太怎麼樣 好像也是無窮盡的在延續某些事實上 是應該改變的應該避免的一些所謂的暴力的一些行為 那這個邏輯也會很像說 我們也可以拿來講美國 我忘記是誰講過的啦 大概就是我們知道912公集 然後他那時候就群起 就發動了一個全世界的那種反恐戰爭 但是他不是為了什麼全球爭 他當然都會講 那個時候我做了很仔細的就研究他不同的那種新聞稿裡面的說法 可能有時候是為了自由而戰 為了正面而戰 說實在都是為了什麼而戰 為美國而戰 然後最有一些研究911的一些比較批判的一些 Gizek講的吧 他總算講了一句make sense的話 他就說不應該發生在美國的事情 全世界都不應該發生 當然那個人Gizek絕對不會說什麼 你要非暴力對待啊 人家殺你啊 恐怖關係 不要計較幹嘛 這應該沒有啦 他只是讓我們看到說 所謂的反恐的戰爭基本上還是以一個 所謂的自我反味 而且在上面加上很多很偉大的一些口號 那同樣的邏輯就是說 當中國這樣宣稱的時候 不該發生在誰身上 不該發生在中國身上 也不該發生在任何 不管是香港或是台灣 同樣的今天如果說轉型正義裡面還有 缺哪一角 還有什麼東西沒有做到 一樣的嘛 不該發生在228那個什麼人身上 也不應該發生在原住民 這個正好就是一個無窮趨近的一個過程啊 就是你在追求正義的那個過程當中 你不要覺得說我就是正義 或者說我們這樣的這套體系做下去之後 就所有的什麼通通都得到彰顯了 沒有這一回事 所以剛剛所講的 不管是中國或是美國用什麼這種理由 其實同樣的都可以用今天的這本書 所告訴我們的一些邏輯去講 其實簡單的講 不管是在個人層次或在集體的層次 其實都沒有一種反身性的 然後也沒有這種所謂可悲痛的那一種倫理的情感的那一些思考 否則的話就是以暴之暴或者說無窮盡的那一種輪迴 有一個重點我忘了講 來不及講 巴特他也在抱怨說 他的這一套說法一定會被質疑說 你太影響性或幹嘛 那他就反問說 可是今天這個世界已經就是 前提就是充滿了暴力的一個時代了 你的這些想法 如果沒有助於我們在反思這個充滿暴力 還是訴諸隨的任何這種理由去給暴力有了一個缺口的話 讓他可以去執行的話 這個世界只會更糟 不會更好 所以等於就是說 在某種的倫理的必要性當中 你即便那個概念多 你要說很阿Q 很理想化 那個都是一個不得不的一個選擇 畢竟前提就是這個世界上已經暴力太多 你還要再這樣繼續在惡性循環 他已經從不管是歷史或者是文化各方面的角度 讓大家看到說以暴自暴或者所謂的國家機器 如果去掌控解釋權等等的 他所衍生出來的那些問題 所以大概就做這樣的回答 那另外同學所講的那個死刑的 你跟我其實剛剛也已經講了很多 我做簡單的補充一下 我想我們不要另屁戰場 因為在另屁這個戰場的話 等一下我們講到死刑點 我可能都走不出去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事情上面 回到也許把權力讓渡給國家 不表示說他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嗎 就像說國家有證報部隊的警察 不表示說我們合理化他去把那些權力施加在 所謂的和平示威的人的身上嗎 今天這樣一個比較理性健全的一個社會 應該要時時刻刻去反思說有權力的人 或者是組織機構是不是過度使用他的權力 那在面對死刑犯這件事情上面來講 其實都很容易陷入那種疑牙關要疑牙關 而且我覺得那個都挑軟的吃 畢竟你要只稱一個個人罪犯 然後集體在那邊自害 遠比你要做一個集體的社會的反省 要來得容易太多 今天說有一個人應該是過年那個時候 進去把他們家人都兜兜燒死嗎 很容易引起集體憤慨 很容易去personalize 把暴力罪惡這種東西個人化 因為這個真的還要牽扯到一些心理分析的一些問題 那種其實就是一些你自己沒有辦法面對的 沒有辦法處理的你的軟弱無能 投射到某一個窮凶惡極的罪犯上面 所以會有死刑犯的問題 基本上或者會有所謂的私刑正義 私人的私的那種問題 其實都代表就是說 人們急於尋找一個個人化的一個缺口 一個出口 那個背後所顯現出來的事實上 對我來講是欠缺一個集體反省的一個事情 那包括說像有關於死刑犯 那很多報導 真的都有一個套路 一個人出來之後 然後就開始去塑造一個他 你看這個小學症結 他小學就是因為跟哪個女同學告白 然後被拒絕 所以他就被創傷化 然後他心裡就留下 撫平不了 這個基本上都是在個人化 那你到底整個社會對於製造出一個正解 或者你要說他惡魔也可以 對於製造出這個惡魔的社會機制 但是你的反省到底在哪裡 看不到嘛 所以很容易就這樣一個訴諸施行正義 或者說訴諸什麼訴神訴訣 或幹嘛什麼之類的 這些基本上 也許有人會想問一個問題 你覺得Judice Butler她會贊成 或者是反對死刑這種東西 我不會這麼親密落入這種難題 這種難題 但是我只能夠提供他可能會有的一些思考 那最後這個同學所提到的說 今天暴力這個詞語會不會被濫用 當然有可能 不過這個正好就是這本書的另外一個阻止 就是我們要深刻的去體會說 在我們日常生活 情境我們所使用的語言當中 是如何在鑑定在區分所謂的暴力跟非暴力的 那也許剛剛一號講的也對 就是他繞過了一個圈子 直接沒有給出直接的定義 什麼叫做暴力或什麼之類的 一定約約會看得到他比較著重在所謂的體制 或者結構性的這種暴力 那如果這個同學的問題 是不是也可以延伸到這邊 會不會變成說結構性的體制性的這種暴力 這個也有可能會被濫用 這個我想當然有可能 這個衝擊樣子能夠就是說 我不會去期待Judice Butler 編出一本暴力的百科全書 其實那百科全書也不是真的百 百科全書基本上也是一本一個活生生的一個東西 用自視化的系統化的方式把它冰動起來 所以我不會期待說他告訴我有沒有暴力百科全書 比較重要就是說我們必須在實際的人跟人之間 今天舉了一些例子包括說職場上的 包括說種族意體性別意義上面 這些都是重新去理解我們對於暴力的一些 而且在暴力的一些反思 同學是要去反思說我們是不是過度濫用食與亂扣帽 基本上簡單來講 扣帽子這件事情絕對不會是Judice的所贊成的 OK 我大概就回到老師這裡 謝謝 好 謝謝沒關係 那我們用掌聲 謝謝韓裔老師今天 阿倫兩位 謝謝 然後也感謝大家參與 然後我乖乖的喊下課 謝謝大家參與 謝謝大家參與 你興趣 actually 谢谢大家